大家好,我們的主題是 先緩緩,該發老人,別老話 重新食品添加危害健康是因為我們生活離不開白廚師以及戚風蛋糕 所以很多業者都會添加S5000 但我們想要讓民眾吃得更健康 再來我們會想要採用白木耳是因為白木耳富含膠質以及多糖液 還有我們要自製天然食品添加 就是採用我們的白木耳液 然後來添加不同比例的白木耳液來做對蛋糕以及吐司的影響 還有我們研究目的是了解澱粉老化之原因 萃取白木耳膠質的方法 以及添加不同比例的白木耳對白吐司以及戚風蛋糕的影響 還有了解消費者對新產品的接受程度 再來白木耳的營養成分 最主要是因為它還有人體所需要的氨基酸以及微量元素 還有銀耳多糖體質功用 最主要也是有抑菌生可以強化腸道以及菌中銀素 還有養顏美容聖品 然後澱粉老化的因素也可以透過控制溫度水分 酸減質以及添加表面活性物質再透過化處理 首先我們先以壓力波來采取出白木耳的膠質 然後分別以氣溫端高級原理白吐司 來用原配方50%以及100%白木耳取代水 來做油耳機分析、水溫性分析、質地分析 以及顧客喜好分析 以及顧客喜好分析 研究方法 1.文獻分析法 我們運用網際網路以及書面資料來收集白木耳印 電粉老化烘焙產品等一些相關資料 然後討論此兩種烘焙產品中延緩老化的速度 以及增加飽水的程度 2.實驗法 我們將原點白吐司和氣溫蛋糕分別以原配方 50%以及100%的白木耳印取代水 來做質地分析 油耳機、水溫性儀器以及質地分析 3.物件調查法 我們邀請10位上一科的教室以及5位消費者來進行測試 分析我們使用的方法是稻米取代方 然後依這個紅色接下來是圓頂白吐司 然後比農機的部分都是到達幾個標準的 然後藍色部分的話 原配方都是大於50%跟100%的 然後以這個氣溫乾糕來說的話 我們的重量跟體積的原配方也是大於50%跟100%的 然後接下來是水溫性分析 這個水溫性分析的用途就是 就是來測量食品的4.水溫量 然後當水溫性借於0.6到0.9之間的時候呢 就是屬易腐敗的食品 那我們做的這兩個圓頂白吐司跟氣溫蛋糕都是屬易腐敗的食品 因為都是大於0.9 然後質量分析底 它是藉由食品的物理性質模擬食品 我們有咀嚼的過程分析食品 受到牙齒和舌頭之間的壓力後所產生的硬力與硬變 然後原地白吐司 因度部分是取代50%的原地白吐司 口感是最晚的 因度非物理咀嚼度 對照組 對照組大於默50% 取代默50%的水 默取代100%的水 然後默取代50%的水 原地白吐司是最晚的 然後氣溫蛋糕的部分是 依度取代100%口感是最晚 接下來是50% 接下來是對照組 男性味道定與絕對多的部分是 對照組大於50%是100% 默取代100%的水 氣溫蛋糕口感有為最晚 其次為50% 溫氛燈漆 油石吐可汁 原地白吐司 顏色50% 默取代50% 口感也是 香氣跟味道是3% 叫5X1 整體偏好為默取代50% 700% 然後氣溫蛋糕的部分是 顏色味道還有口感部分 都是100%默取代為最佳 然後香氣的部分是原味最佳 整體偏好為100%默取代 對於鹽緩電腦老化跟畢生 楊家 十高客人都很狂 都買白木耳主食跟蛋糕的意願 都起為很高 對業者的建議是 可以將白木耳衣添加是烘焙產品中 可以鹽緩電腦老化也可以 讓民用食的更安心 然後對大眾的建議為 可以挑選自己信任的賣家 也可以自己動手做會吃的更安心 白木耳衣 白木耳膠質而萃取 使用壓力波的方式是既審時有省力 比農機分析 原配方的產品重量 其體積都大於有添加白木耳衣的配方 所謂機分析 原配方有添加於 原配方其有添加白木耳衣的 都大於0.9 所以必須注意它的寶數 此地分析於 戚風蛋糕取代百分之百的水為最軟 原理白吐司 木耳衣取代百分之五十的配方為最軟 問卷分析 戚風蛋糕大眾 戚風蛋糕大眾比較偏好於百分之百取代水的配方 原理白吐司 戚風比較偏好吐司 是一百的配方 謝謝